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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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大家好 等一下這個人的炮火炮 為什麼要做這個炮火炮 大概就是說 其實物色事件這個歷史在台灣 也是很多人關注 尤其是我們從市面上或者是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資料 甚至也有一些小說 從早期的這個中兆正 他寫過大概三本有關物色事件 一本叫做馬A波風雲 一本叫做川中島 一本叫做戰武 然後還有一個陳菊川寫過物色事件 還有李永志也寫過物色事件 還有後來比較像鄧向陽老師寫的最多本 還有比較像報導文學 還有最近期這個武賀也有寫 這是我們台灣的 日本其實更多 我知道日本光 其中物色事件的小說 可能只有三四次本應該有 而且每年都 到去年都還有新的東西出來 當然物色事件 這是一個歷史事實 可是因為不一樣的人 用不一樣的角度去觀看他的時候 就產生很多不同的觀點 當然日本人看物色事件 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角度 那我們台灣過去這幾十年來 也是有不一樣的東西出現 老師你要做哪裡 那我大概先簡單用 我想說我畫的這個漫畫 其實在二十年前 不只 一九九零年的時候就出版 那到兩三年前 惠德勝拍一層賽德克巴萊 又再再版 那這個東西當然 漫畫來講 它其實只有講物色事件的歷史過程 比較沒有什麼觀點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要今天要做這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 才看到一些物色事件的東西 那物色事件的研究 或者是書寫的這些東西 它很重要必須知道 是一個從原住民的這些 口述裡面得到一些資料 或者是從日本人的這些文獻去得到資料 那當然日本的文獻一直存在 只說有沒有去挖它而已 那我們 後來中華民國以後 當然中華民國跟日本人是 立場是編導 所以 很簡單有一些那個 有關物色事件的紀錄 或者是 書寫都是 把日本人的東西就是 立場只要倒過來就可以 像 因為早期我們看 最早可以找到的資料 大概都是什麼 國防部那些資料 有關物色事件 因為他們把 物色事件 當作一個 抗日的一個 一個標竿吧 那當然這個是 這個 中國抗日的這個 植物體思想 要把這個 原住民的這個 物色事件 給包含進來 所以它就有很多東西 是 可能跟原住民的觀點 不太相當的東西 但是 在當年那個 這個 我講 借元時代 歷史的詮釋來講 當然是 以當時的 政府說了算 不一定是 事實 但是呢 通常 原住民當時代沒有 沒有聲音 那 可是 在那個時期 也發生過幾件 類似要犯案的事情 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知道 從早期 我從那個 民國四十幾年 到民國五十四年的 那個資料 國防部的資料裡面 物色事件的 領導者 他寫的不是莫娜魯道 現在大家都知道 莫娜魯道 是物色事件的領導者 不過在那個時候 寫的是 花崗伊朗 花崗伊朗 才是物色事件的領導者 到了民國五十五年 才跑出莫娜魯道 跟他 並列 排在他後面 那這個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 那當然是 跟 當時部落有人 到 中列池還是哪裡 去參拜的時候 不小心看到那個 那個 物色事件 竟然是花崗伊朗 所以 部落的人 就有人 提出意見說 應該是莫娜魯道 那時候 這個 文獻會有一個 洪敏林教授 他也有提出 這個 他也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他也有提出這個 這個 意見出來 不過在那個 時代的氣氛裡面 他一開始提出來說 並沒有問題 好像真的是要 要去修成這樣東西 那 但是後來 不知道怎樣 整個氣氛轉變 變成是說 還是要是一朗 變成他這個提出的東西 那個洪教授好像被當作說 是破壞三胞 當時原住民叫三胞 破壞三胞的團結 有這個思想可能有問題 本來要表揚他 後來變成要處罰他 那當時政府就是覺得說 不能改了 我已經說 領導者是一朗 不能再改 不能有人有翻案的這個空間 那 當然這個摩納魯道的後代當然會很氣溫 這個影響一直影響到現在 包括我們知道 今年金馬獎有一部片子叫做 余生 他這部片子裡面也有探討到這個東西 那甚至也因為 因為這個問題 余生派好已經很久了 到今年才可能 可能有機會放運 這個我們有機會再講 那當時這個 洪教授後來好像說 他為了轉移焦點 本來要對他下手 就是說可能要 把他當作什麼 頭腦有問題 思想有問題 抓起來這樣 他後來開始說轉移焦點 這是他講的就是說 後來他把這個摩納魯道的遺骸 遺體還放在台大這件事情 又等於是披露這件事情 他後來變成去 整件事情變轉化成這個 把摩納魯道的遺骸 因為誤射這樣的事情 那花康一郎二郎這個 除了中間變中心 或者是正在日本 這個辯論還持續下去之外 摩納魯道後來也被放進來 等於是都並列了 並列了以後 也不把這個一郎二郎除掉 因為部落的人 有一些人認為一郎二郎 根本沒有抗日 他們是 有人認為他是日本抓狂 有人是說他也是 無奈什麼事也沒做 只好自殺 這有各種講話 因為一個歷史 不同的角度 可能大家看到的不一樣 那這件事情到後來就變成 摩納魯道也出現 這個就是說 在大概是戒嚴時期 那個時候 包括部落人 對這樣的事情也不太願意講 就算講出來 沒想到 他只是說 要講摩納魯道有沒有 怎麼會沒有摩納魯道 就引起那麼大的宣傳大波 所以變成他們也不太 不太願意說 所以以至於 大家看 物色事件的歷史研究 其實 很長一段時間是沒有 沒有人在研究 就直接 拿日本人的資料 國王部的資料 就不需要研究 因為研究這個 可能還蠻好 好 好 再來 一個觀點就是 親友部落的人 尤其是摩納魯道的 後代他們 有一段時間 他們是不願意講 這個事情 到現在還是有 不願意談 因為他們認為說 這東西一談下去 可能是揭開的東西太多 包括 賽德克組內部的 這個 互相殘殺 所以他有一種看法 就是說 我不談 其實就是一種善意 因為一談下去 很多事情 又會 又會掀開來 所以他說 我都不談 他是出於善意的不談 當然物色事件 非常的入雜 包括到後來 這個 被青春到這個 川中島 親友之後 日本人 又大概花了一年的時間 去 調查 等於是 套 套一些 一些話出來 又定罪了 大概三十幾個人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也有很多人因為 講話而 丟掉性命 或者是 講話而害別人 丟掉性命 所以後來他們 也都不談 那再加上 在賽德克組的文化裡面 他們真正的 對於這個 戰爭的看法 或者對於獵頭的看法 如果我們是被敵人 所殺死的 這些人 其實就是兇死 兇死在他們的文化裡面 其實是 敬而遠之 根本就不會去碰他 所以 對於我們 漢人來講說 物色事件這些 都是烈士 賽德克組沒有烈士這個概念 他們認為 這些就是兇死 可能是做了不好的事情 所以 所以 對於這樣的死人 他們甚至連碰都不碰 就氣勢荒野 只有善終的人 才可以上彩虹橋 所以 以前 政府每年辦這些 所謂的紀念日活動 其實那就是 以 漢人的角度 在辦的 賽德克人 只是去當配角而已 因為 在他們講 這就是一件 過去發生的 不祥的事情 不需要再去提 要往前看 這樣 因為這個是他們的文化 所以 變成 漢人正如 覺得很有意義的事情 抗日 英雄 對賽德克來講 他不見得是這樣看的 那當時我做這個漫畫 或者是做這個紀錄片的時候 或者是說 現在這個 惠德勝拍這個 賽德克巴萊 我去把彩虹橋的概念提出來 事實上 其實只是想說 看有沒有辦法在 一種很悲慘的結局之下 找到一個可以安慰的角度 如果照歷史事實來看 物色事件 這些人全部都死掉了 如果你抗日的角度是失敗 那完全沒可取的地方 當然除了殺生成人之外 如果我們要安慰 海郭這個人 尤其上了彩虹橋 這是一個 一個觀點 所以當時我們是 用這樣子去詮釋他 就是有別以過去純粹 從抗日烈士的角度 因為這個可能 比較 沒有跟賽德克的文化查太多 因為畢竟烈士在賽德克組是不存在的 只要被別人砍倒殺掉 那個都可能就是做了不好的事情 做贏了 才讓他死掉 是這樣的想法 然後呢 今天這幾年來 要談論 探討物色事件 就遇到一個新的問題 這新的問題是什麼 賽德克組要證明 要證明就是要團結 要團結 過去的歷史 也許是事實 不過 植物人覺得說不要再談了 所以在一片 賽德克內部大和解的角度之下 很多東西 不再是 可以直接講 會 你去訪問他的時候 他講的他會考慮 再三再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他要和解 要和解 所以有很多東西 事實上發生 不過他們會覺得說 不是這樣 或者新的詮釋 那個新的詮釋 往往就是站在 賽德克內部大和解的角度 再來看待這件事情 所以有時候 不同的時間點 要去做田野的時候 會遇到不一樣的角度 那我拍那個紀錄片 Gaia的時候 剛好 在那之前 我認識那些老人 不過他們都不願意受苦 事實上講可以 不過你要拍他都不太願意 到後來我要拍的時候 那剛好也是他們 那個時間 最後的時間 也剛好願意講 因為那個時候的社會是開放的 他們也感受到 因為 再早幾年 我曾經拍一個老人 那個老人 他在物色事件的那個 紀念日上面 他看他那個警察 中華民國的警察 他的腿還是在發抖 為什麼 因為對他講 日本警察跟中華民國警察 長得差不多 對他來看 看起來都是還蠻恐怖的 那所以我在拍那個片子 像我那個片子裡面 他們老人家那麼直接的 把這樣的歷史講出來 的時間也不長 之後呢 被人家再去問的時候 他不見得就要這樣講 他會羞恕過 而且我拍完了大概一年後 那裡面七八個老人 大概在一年內 通通走了 那現在再要拍物色事件 有關的口述紀錄片的話 你只能找到第二代 或第三代 或者基本上就是 二手的傳播 沒有當事人 那二手的時候 他很多東西 他沒辦法替他的 祖先先人做決定 所以他只能 照著舊的東西去講 或者是他講出 他想讓你知道的東西 我講比較實在一點 像獵人頭出草這樣的文化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用 現代的觀點去評價 過去的文化標準 當然現在看到獵人頭很野蠻 沒有道理 可是我們要去看過去的事情 我們還是要回到過去的角度去看 那不過現在新的原住民的 新一代的人 他可能受到宗教的影響 或者他也這個 對祖先的這個文化 也不見得是完全認同 他可能會告訴你說 我們就是沒有獵人頭 有這樣的事情 那他會說 只要打獵就可以出草 就可以聞面 不需要獵人頭 像這樣的東西很多 很多這樣的說詞變化 當然他是連住民也要相信他講的 只是他講的 可能是他相信的 而不是事實 再來這個叫沒有彩虹橋 什麼叫沒有彩虹橋 那這個基本上是郭明正 郭老師講的 他事實上也對 沒有彩虹橋 因為在他們的語言裡面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就是彩虹 這叫做 祖林之橋 並沒有彩虹橋 是祖林之橋 只是這個祖林之橋 就是彩虹 那大家看過賽爾特巴爾就知道說 欸 彩虹橋的概念好像在 賽爾特索裡面很重要 是沒錯 在完整的文化裡面 這個彩虹橋 確實是他們一生中 最後的歸宿 那但是 到底 我畫這個沒有彩虹橋 兩個含義 一個就是說 確實是沒有彩虹橋 只有哈嘎物土 好 那 但是呢 又另外一點就是說 我們看電影裡面 賽爾特巴爾這些人 都上了彩虹橋 這是我們拍電影的善意 是讓他上彩虹橋 如果 照真正的概念 也許他們上不了彩虹橋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還是 不是 善忠實在家 他們是 上吊之上 所以 如果照這個文化的信仰概念 真的講 上得了彩虹橋 我們也不知道 當然說 為什麼賽爾特族 要去 上吊自殺 當然 這個 上吊也是不理解 所以他們認為 上吊的人 也上不了彩虹橋 那 自殺的行為 都是不好的 不過 物色之間說 他們應該是 被逼到不得已 那為什麼 他們要在樹上 自殺 當然這個講話 有很多 一種就是說 他們從這個 布斯庫里 他們的 警員的一個神 神化的一個 半石半木的樹上伸出來 所以要 回到樹上 有這樣一種說法 那 人生回到樹上 那還有一種 講法是說 因為 自殺的人 沒有人會替你收拾 所以他們會選一棵樹 最好是有果子 有樹葉 死了以後 掛在那邊 很多年後 那個斷掉了 那個 繩子斷掉 就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 樹葉跟果子 會把你埋起來 選擇這樣的一個 一個方式 結束自己生命 但 在賽德克的Gaia裡面 還是不允許的 所以 基本上 真的講 自殺也是上不了彩虹橋 不過在電影中 讓他看見彩虹的意思就是說 自殺是安慰後來的人 所以在一個東西來講 有時候也很難說 你用什麼角度 畢竟這是信仰 是不是四子皇 不知道 那像這個 Gaia Gaia在賽德克裡面 很多的 這個 最重要的就是Gaia Gaia就是 翻成中文 他就是 簡單講就是 祖訓 祖先的儀訓 也可以講是一個 類似憲法這樣 整個世界觀 價值觀 那像現在就 我剛才講到 後來的族人 有不同的 詮釋的時候 像 早期我們去問 或者電影內 大家看到說 莫娜魯道開箱 把他太太殺死 那後來族人 開始 有一點 叫做翻槓 他說 莫娜魯道沒有殺死他太太 因為這是違反彩虹 但是其實自殺也是違反彩虹 Gaia 是不與其他這樣做 可是他到底有沒有殺死他太太太 我們從早期的資料 看到應該都是有 那 不過現在有一些族人 堅持他說 他沒有殺死他太太 那 但是如果你去部落問 問這個 邱建堂 他是 後來慶有部落同目的孫子 他打工跟他講 他沒有回答 也沒有殺他太太太 不過他有回答是說 莫娜魯道確實是有把他兩個孫子殺掉 如果殺死孫子可以 那殺死太太 又有哪裡不可以 所以這個是 相同的邏輯 如果 殺死太太是偉人Gaia 那殺死孫子 就不算了 從這個角度去推 我們大概可以猜他 有沒有殺死他太太 再來一點 所以在平時當然不能 塞德赫族的這個Gaia裡面規定是 不能拿槍對自己族人 這個是事實 問題是物色試驗的時候 那個是非常狀況 不是平時 那再說 他殺死他太太也要 殺死他孫子也要的理由 很有可能就是 怕他們被敵人獵到人頭 當時 DOTA已經幫日本人去獵他們的頭 所以 如果說 我要讓我自己的太太 或者孫子的頭 被敵人獵走 獵走的那個人頭的靈魂 就會到對方裡面去 那與其這樣 如果他又不願意上吊 那我當然 等於我殺死她是保護她 這樣的觀點也許 反過來看 你去認為摸浪道 有沒有殺死他太太 就 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 不過現在因為 我剛才講到有新的觀點 出現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看法 包括像摸浪道 有沒有殺死他太太 這個 這個在鄧向老師 有跟青年高中合編 一個芭蕾舞劇的時候 當時演出來之後 後來就被抗議 包括魏德森要拍的時候 也是有被抗議 結果後來最後魏德森 就是用一種電影手法 就開一槍然後沒有人 這樣去解決這件事情 但是事實上到底有沒有 我們從一些角度去探討 等一下 道可以 可以道 當然摸那魯道的行為 對 在現在 年輕族人的詮釋下 越來越多 把他聖人化 所以叫聖人化 就是 他變成是一個 就是一個大影響 或者是說 魏德森的電影裡面 其實他也有一點聖人化 他好像是一個牧師一樣 一直在傳道 可是他傳的是 是賽德克的大影 那 也變得比較平面去 事實上他還是一個 有學有樂的人 他 我們要去探討物色之間 其實 很多東西 摸那魯道 到底是 像電影裡面 那樣 只想殺日本人 或者是說 像 後代族人描述人 他就是一個 越來越偉大 像聖人一樣 只想維護阿雅德 事實上 這都是我們可以探討的角度 因為 確實一個 人到 偉大到 沒有探討的角度的時候 就無聊 變成一個很平面的感覺 那 其實還有一點 就是說 從怎麼樣走路去看 物色之間 那就是從粗草 粗草的本質 直接讓你們去看看 大家知道 出草是 獵人頭 獵人頭在 賽德克裡面 他們的語言叫做 摩嘎亞 摩嘎亞就是 執行嘎亞 執行祖先的遺訓 所以 不是 不會直接講獵人頭 他講出來 是叫摩嘎亞 執行祖先的遺訓 那為什麼要執行祖先的遺訓 當然 很多時候是 要解決紛爭 因為賽德克是一個 平權社會 他不認為任何人有機會 有能力 解決紛爭 所以當有紛爭 由主靈來決定 那主靈怎麼決定 就是你去獵人頭 你是對的人 你就獵得到人頭 你是不對的人 你不但獵不到人頭 你可能會被敵人所殺 這其實是一種 生判 生判的角度去 去解決紛爭 那 賽德克其實是沒有頭目的 現在我們看電影 有頭目 其實在他們的語言裡面 那個叫做 葛伯蘭 葛伯蘭就是 兄長的意思 他是一個平權 他只是一個 部落裡面的老大哥 他當一個公正人 那要解決事情 就是由出草來決定 所以這個出草的時候 有時候是沒有紛爭的 那個紛爭是部落內部的紛爭 去出草第三者 有時候是兩個部落之間的戰爭 可能被敵人裂掉頭 可是他也不可能找到 真正殺死他的敵人是誰 所以他所殺的對象 可能只是敵人的部落的 任何一個人都可以 或者是說 他要去埋伏的地點 任何一個人出現在 第一個出現在他面前的 就是他獵頭的對象 這個就是出草的本質 他基本上就是 他殺的人沒有跟他直接的仇恨 但是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對被獵的人頭 也是採取不同的態度 看到他看電影 然後獵人頭 就大家好像很高興 讓他牽住 藥武揚威 真正的敵人客主 獵到人頭之後 他事實上是對這顆人頭 產生一點點抱歉 跟對不起的那種心意 所以真正的獵頭劑裡面 對待那個人頭 是非常的 好像是在替他辦告別式 而不是在藥武揚威 尤其是這個獵頭者 他甚至會 他當所有的人倒酒 他自己不能喝 他甚至要幫這個人頭 倒酒給他喝酒 給他吃飯給他抽煙 有點像他道歉的意思 所以這是對獵人頭的一種 態度上是完全不一樣 那再一個 因為既然是神判的話 由神仙 就是祖靈來決定事情的時候 那很多事情 就要不是以科學角度來衡量 所以 比如說 出草之前 要看夢戰 或者鳥戰 就是看極不極力的夢 或鳥叫極不極力 如果不極力就不出發 也因為這樣的一種行為模式 所以賽德克也好 或者泰亞族 他很多的行動 都不是可以事先決定 都是在當下才可以決定 所以因為這樣 外面的人都摸不著頭緒 所以像那個馬接博士 曾經以瘋的意志 來形容 泰亞族或賽德克族 這樣的一種 思考國際其實就是 建立在鳥戰跟夢戰 像這樣的行為 比如說 我們今天要出門 在路上我可能遇到一顆石頭 滾下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不極的 這個 增長 我大概就 不會出發 或者做夢 摸到不好的夢 我就不出發 或者鳥叫聲 不急 我也不出發 或者說 我今天 比如說我要去 來演講 就是我出門的時候 忘記帶我的泡沫油 一般人就好 讓我回去拿再抽 可是在他們以前的概念 那就是不要去 所以我今天就不會來 如果忘記帶我的泡沫油 我今天就不來 這個就是 基本上都活在當下 所以有很多的 像 以賽德克的這個思考邏輯 再來看待 再來想像 比對物色之間發生的一些事情 可能大家會有一點點 邏輯會出現 因為日本人一直覺得 物色之間好像是一件 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為 物色之間之前的 物色 事實上比 原本的賽德克的生活方式 實在好太多 生活也比較安定 所以日本人的角度來講 他給賽德克人 大概也是進步跟繁榮 更安定 可是為什麼賽德克人不接種 當然這就是沒有從賽德克的 文化角度去思考 所以我想說 還有可以提供像這樣的角度去 重新在這間幹部社 那一樣 這個就是 出草的時候 他的這個對象 我想說原住民去出草 但是他 還是要跟漢人貿易 這舉例是漢人 也可以換成別組 或是平伯組 因為在部落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是 岩巴以外 都可以自給自主 但是岩巴一定要跟對外 所以 賽德克也好 太亞族也好 他會保留幾個跟他貿易的 友善的漢人村落 舉例比如說 像這個 出草 出草 出草漢人甲人的部落 他可能就 就不會去出草漢人蟻 因為他跟蟻做買賣 但是蟻就 蟻不是說就安全 他會被另外一個 部落的 賽德克或太亞族去出草 所以這種交叉的狀況之下 所以他們對漢人分類 也不是說你就是漢人 或你就是賽德克 全部一體是敵人 一體是友善的 他會把它分成不同的分類 就像獵區獵場一樣 這樣分類 那這樣的思考邏輯 再來看物色事件 其實也是有他的 可以連結的地方 我舉個例子 像這個太魯閣地區的 太魯閣人 太魯閣人其實跟賽德克語 語言是完全一模一樣 賽德克跟太亞族來講 文化學其實蠻接近 但是語言是不太同 不過太魯閣語跟賽德克語 基本上是相同 所以基本上講應該是同一組 只是在政治上 被分類成不同組 也可以從這邊看 賽德克的分類法 跟我們外面的分類法 不見得是相同 那在太魯閣人 在日本人早期 對他們的討伐的時代 因為太魯閣 外太魯閣靠近太平洋 所以曾經日本人派這個炮艦 戰艦去用炮去攻打 用炮擊這個泰魯閣部落 然後炮擊之後 他們在投降的時候 派陸地上的日本部隊 帶一些禮物 歸順的禮物 去給他們 所以泰魯閣人就把日本分爭兩內 一種就是好人 從陸地上來 因為拿禮物給他們是好人 一種就是壞人 就是海上的就是壞人 所以他不是說 他都是日本人 就把他分成都是日本人 所以他分成兩種 這也是一種 部落的思考方式 那這個當然 對物色事件有什麼 不一樣的看法就是 包括說 物色事件之前的警察 警察的內斗 大家知道 塞尼赫巴萊的電影是沒眼 不過 真正的摩拉魯道 他的媚夫就是日本警察 那個日本警察 大家就想 那這樣跟電影裡面的摩拉魯道 事實上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摩拉魯道也曾經是跟日本人很友好過 尤其是 當他的媚夫是警察的時候 他當然會站在他媚夫那邊 那也曾經 歷史上大家都比較知道說 這個摩拉魯道是 強力主張要抗日的人 那 這個叫達到諾桿 就是電影裡面那個 這個 徐洛軒演的那個角色 他爸爸 好像是一個不太願意打戰的人 甚至摩拉魯道 拿槍抵制他 他才參加物色事件 這個確實是有這樣的說法 沒錯 那在物色事件的時候 他確實是極力主張不要打日本人 不過這個是在物色事件的時候 事實上在物色事件之前 這個達到諾桿跟他的哥哥 事實上是想要打日本人 反而是摩拉魯道去救日本人 把那個日本人連夜帶走 為什麼 因為當時他的媚夫是日本人 所以在那個時候摩拉魯道其實是 我們講的是很親日 甚至他還去幫日本人打沙拉帽事件 那當然摩拉魯道的媚夫後來失蹤了 到花蓮之後就失蹤 那等於是一種說法是他妹妹被日本人拋棄 所以摩拉魯道從此開始震恨日本人 這當然是一種講法 但是另外我們如果再去找 這個他媚夫的哥哥 寫的日記來看就會發現說 到物色事件發生前 每多久 摩拉魯道還在替他的媚夫打爆不平 這當然是跟日本警察內部的這些內鬥有關 那他的媚夫跟他媚夫的哥哥 算是最早幫日本政府平定物色地區有工的人 當時日本政府是答應給他們一塊地 他還是用這個貿易跟原住民換著一塊地 當時他換那塊地的地主的原住民 要求他70樣東西跟他換那塊地 那這70樣東西不論大小不論什麼貴重 只要給他70樣就可以了 可能一隻豬跟一隻牛或者一隻千米都算一樣 當時是這樣換的 那政府要換到這塊地之後 這個人要可能是說整個家屬要搬過來 不過後來日本政府因為或者是警察局的這個 這個上層的調動 他們最後這塊地是不了了之 沒有取的這塊地 那他的莫拉夫當的媚夫為了這些事情 花了太多心思 最後據說好像是不得自我離開霧市 那後來調到花蓮之後 就沒有回來 一種說法是他跳海自殺 那一種說法是他逃走了 總之那個人不見了 他這樣說改變了莫拉人道跟日本人之間的關係 那當然他是不是恨全部的日本人我不知道 那但是或者是他替他的媚夫打爆不平 恨某一部分的日本人也有可能 那照樣這個就是可能還可以去探討的一條線的時候 那當時霧社就要發現說這個 被殺的這個左種愛佑 他就是泰雅族的女婿 大家知道泰雅族他是這個白狗社 馬斯托邦現在華祥村這邊的女婿 那據說這個比較對於這個金錢比較看重一點 比較小氣一點 會不會耽誤我們不知道 不過霧社事件發生的時候 為什麼原住民要去扶牢獄 蓋那些日本的建築 其實當時日本翻修這些建築的時候 事實上一部分的費用 因為是警察要用的 所以一部分的警察是自費 那所有的基層警察好像都要捐款就對了 那原住民呢 有一部分要給原住民用 但是因為原住民沒有現金 所以改用牢獄來替代 所以日本人變成日本的基層原警是花錢 然後原住民是要出來花力 因為這樣的關係 事實上日本警察也很不爽 覺得他的薪水要拿出來 然後原住民也很不爽 我要來工作 所以其實兩邊都是蠻不舒服的 不是單純的只是說日本要求原住民工作 好像只有原住民被受害 其實當時日本人在心理上也覺得他有受害 應該覺得他不應該用他的薪水來蓋這些建築物 不過這個就是可能是 到底是政策上誰決定的這個 也許這時候可以討論的 少了一張 不好意思 那一張我就不用圖畫了 這個這裡面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 摩納魯道去幫這個 日本人去打沙拉巴的時候 沙拉巴是這個 離散這邊的太亞族 大家看過一張歷史照片 地上的25顆人筒 那就是摩納魯道他們去幫日本人打的 那這一件事情 事實上對物色事件也有相當的影響 為什麼 因為原本日本人說不能再出草 不過為了打抗日騰又可以出草 這對摩納魯道來講是覺得 日本人講不能出草這些事情是兩套標準 這是一回事 再一點就是說 摩納魯道 當時日本也承諾他們去幫日本人打沙拉巴之後 裂到那些人頭也是有獎金的 不過後來據說也沒拿到 包括到第二次物色事件的時候 都打獨立古幫日本去打 打這個特大亞的時候 日本也是放懸賞金 這大家都知道 歷史上寫很清楚 感覺好像應該錢都很花起來 不過我問老人 有些老人說他到現在也沒拿到 所以可見 日本政府有一些事情 講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 所以包括摩納魯道 去1920年去幫日本人打戰之後 他也沒拿到他贏得的 也許他就是寄在行李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沙拉巴德人 自從打了日本人之後 後來投降歸順 日本人又給他禮物 但有時候原住民是覺得 那個是和解釋的 不是歸順勢 不過日本人都把他解釋成歸順勢 結果呢 幫日本人去打的人 沒有拿到錢 而打日本人的人 反而拿到禮物 這個對於這個 去幫他的人的心裡是什麼感受 尤其大家用每個人自己的思考去想就知道 他一定是不服的 甚至會不會有可能 摩納魯道一開始想打日本人 也許不一定真的要打他全消滅 也有可能因為 其實以前打戰 是先打了之後 到時候再來談和解 和解是可以談條件 那如果以沙拉毛事件的案例來看 沙拉日本人不但沒有被處罰 反而拿到禮物 除了死了一些人以外 如果用這樣的角度來看 是不是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思考的方式 當然這個都是我們在 從很多歷史裡面去推論 不見得是世子 不過也許從這邊來看 物色事件的內容會更多面貌 不會那麼平凡 只是一個好像基本教育派 就是想消滅日本人這麼簡單的 好 那這個大概講說 再看到最後一章 這是用兩個人做對比 這個是口述上 大家知道這個一郎跟二郎 裡面二郎的太太也是初子她有活下 他們後台就在 後來這個初子又嫁給了一個叫 中山親的人 他也是賽德克族 那在歷史上 這個中山親 他當時物色的時間 他是只有15歲 那15歲的時候 他因為逃難 他逃到他同學家 就是在多達那邊 就沒想到多達後來 加入日本這邊 一開始那個 德魯古人還要砍他的頭 後來是被這個小島原子救了 所以他後來一直跟在小島原子旁邊 當作什麼 當作他的翻譯跟他的紀錄者 後來第二次物色事件 甚至之前的懸賞列人頭的時候 他就是幫日本人 登記那個人頭的角色 因為送過來的人 都是他認識 甚至是他的親人 他是做這樣一件事情 那這樣 我們從這歷史上看 他好像是一個蠻沒出奇 因為歷史上 跟他同樣年紀的人 有人都去打日本人 他卻沒有去打日本 他卻 跑去跟日本站在一起 活下來 也可以說是無奈 但是呢 因為這樣的人 事實上 跟他相處過一輩子 才能夠認為 他是一個性格 非常剛毅的人 很堅強的人 那 反過來 出職的第一個先生 二郎 他在物色線的時候 是 跟一郎他們一起自殺 那一郎 一郎是切戶自殺 然後把他太太花子 脖子也砍 砍了一刀 然後他 兒子脖子也砍一刀 穿著日本和服自殺 所以也有人說 一郎就是 心向日本 這當然是一種 事後的揣測 那二郎呢 是採用賽德克的傳統 上吊自殺 他也是穿著日本服 但是他又批了一件賽德克 再批一件披風 然後他把他自己的家族的人 二十四個人全部都 上吊完 他幫他們用布蓋好之後 最後一個上吊自殺 所以他沒有布蓋起來 他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我們在看 好像也是很重劣 很悲重的一個行為 不過所有跟他相處的人都說 他是一個很溫和的人 所以我們在想 在歷史上發生的事情 有時候他的個性非常剛烈的 不見得就是 做出一個最重劣的事情 或者個性會讓他溫和的人 也許他都做出一個最剛烈的 歷史試驗 從用這個角度來推測 物色之間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去參加 究竟是因為 不敢反抗某一些人的決定 還是說大家都真的很想殺日本 這實際上又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 因為到底什麼是勇敢 你是要去勇敢的去戰爭 還是勇敢的反對這場戰爭 這個人都很值得探討 當然摩納五道 有的族人的講法是說 他其實也沒有 也不是真的要打日本 是因為一些年輕人一定要打 而且事情已經不可收拾 甚至包括他兒子的事情 所以他才不得不出來打 這也有這樣的講法 當然這個會跟大家心目中 跟電影裡面說到出來的事情 會有點不一樣 當然為什麼也有這樣的講法 事實上摩納五道的遺骸發現的時候 說起來如果電影這樣拍 大家看了之後也不知道是什麼 看法 摩納五道的遺骸發現的時候 事實上他也是穿著日本的河湖 如果我們講說 穿著河湖自在就是性向日本 那為什麼摩納五道 也會穿日本河湖 甚至他頭上戴著那個 日本公衣的那個帽子 但有可能他是想 站在日本這邊 事實上也是不太可能 尤其簡單一點講 善德克林很實際 他就是有衣服穿著馬拉來穿 那像是說我們看那個 摩納五道的大兒子 大島 大島摩納 他自殺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 有一張照片 他腳上是穿著塔比 塔比是日本的那個夾腳鞋 那為什麼他還穿塔比 因為穿那個打戰的時候 比較好跑 他不會說因為這是日本的東西 他就不穿 有時候電影院會呈現說 這是日本我們不能用什麼 這當然是一種效果而已 真實狀況之下 很多人是 很多事情是很實在的 可以使用他就來用 那大島摩納其實 我個人的幹嘛 他最有意識的一個事蹟 倒不是他在最後的酒院 那個馬洪帶酒去給他喝的那一段 事實上在那之前 他有好幾天 大概一個禮拜都沒有通去吃 因為一直在打仗 不過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他用槍在打那個狗 為什麼要打狗 他不是要吃狗肉 事實上是因為在賽德克的Gaia裡面 狗如果吃了死人的肉 這個根據Gaia 這個狗又不能讓它活著 所以要殺死這些狗 所以物色之間都有很多死人 所以很多狗去吃屍體 結果打倒他一直還在拿槍在打狗 他是在維護整個癌 倒是因為肚子太餓了 所以都打不中 到後來那個馬洪還帶酒跟東西去給他吃 所以這個東西 他的這個行為大家看到 這個故事我那時候也有告訴魏德森 不過他覺得 我有告訴那個萬人導演 不過他覺得這好像不英勇 可是就我來看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最感人的地方 因為他直到快死之前 他還在維護他的信仰 像這樣這些故事其實還蠻多的 因為從不一樣的這些小故事 你會發現賽德克還有很多東西 他們為什麼他們會發動物色之間 他們到底在堅持什麼 或者他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畢竟所有人都覺得活著是最好的 為什麼要發動這樣做 到最後自己也覺得很悲慘的事情 畢竟有一些東西是他們在維護 或者他們在堅持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些角度都是可以大家再去 重新再去看物色之間很多不一樣的切入點 當然這些也許就是要 從族人的口述或者是日本的文獻裡面才去找到 找到之後你要 如果你沒有去了解他的文化的時候 找到這些你會覺得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資訊 那如何從他們文化裡面再把這些資訊裡面串連起來 也許會看到一個物色世界也好 莫名其妙也好 更人性化的東西 或者更全面性的 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只想殺日本人 或者只想上彩虹橋這麼簡單 好謝謝各位 謝謝邱老師 我也大部分都第一次聽過 那兩本漫畫我也都拜讀過 那現在就是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跟邱老師提問 那我先問好了 那就是說在老師這樣講物色世界的過程中 有提到邱建坦 那我就有想到就是 為什麼其實他很早有去接觸 有涉獵研究 但是在這個電影前後 他的話語權好像很少了 幾乎都沒有 其實他就是我講的那個屬於 不說就是一種善意的一部分的那個角度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 賽德克巴爾這個電影 事實上是有挑起台灣大部分的觀眾 或者一般對這個歷史不關心的人的興趣 不過當然也對親友部落人來講 是一個再次讓他們去面對 我剛才講的 在傳統上那是一件不愉快的過去的事實 當然加上因為電影的型態 他是比較說真的 就是商業電影的角度 對他們來講 有時候會比較難去想像 就像我舉個例子 我去西葉裡面看我的祖先自殺暫時的畫面 可是旁邊的觀眾都在吃爆米花 那種感覺 可能是不是當事人後代不會感受到 尤其做紀錄片對他們講 還可以侃侃來談 不過當要做劇情片的時候 尤其是有幾次的經驗之後 他們覺得說外面的最後做出來的 還是跟我們講出來的還是不一樣 當然因為電影他變成是有一些取捨 或者是為了好看去做一些改編 這是電影 不過對於族人來講 他們可能沒辦法接受電影就是要改變這樣 這個東西當然就變成說 他內心上會有很多的矛盾 他又為了要站在族人的立場 可是捏 據我知道邱建堂打滾他是說 他覺得說我不要講話 因為我講出來的話 也許就是真的是要挑起更多 他應該 他至於沒有反對這個片子 但是他也沒有什麼要站場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剛剛老師有提到佐種愛佑 佐種愛佑在物色之聽他的上一任 那他的兒子的女兒 有寫一個他爸爸的那個 他說如果當初他爸爸沒有離開 也許物色事件就不會發生 你說那個 流轉歲月 那個 這個東西是這樣 當然是他的角度可以這樣講 沒有問題 但是事實上我們如果拿他的阿公 我不是要批評任何人 跟佐種愛佑比較起來 佐種愛佑對待原住民的態度 可能比他的阿公 可能來的好一點 為什麼因為 當時日本這些日本警察 跟原住民的女性結婚 都是屬於政策性結婚 為了和歡 為了和慶 以前匈奴跟那個 和皇帝嫁女兒給匈奴一樣 為了和慶 所以那個是政治結婚 不是真的愛情 所以有很多日本人事實上就是 他在日本有太太 到了台灣又娶一個頭部的女兒 為了政治的女兒 那佐種愛佑在日本也是有太太 過得後來 反而是跟日本太太離婚 然後跟我們太亞族人 這個變成真正的夫妻 那其他很多日本警察 事實上就是 他掉任的時候他就走了 他那個太亞族人 他掉到別的部落 就取離另外一個部落 甚至有一個在巴蘭社先取一個 後來巴蘭社的頭 從勢力摔毀之後 他就跟他離婚 那時候勢力轉到和歌社 他又跟和歌社的頭目的妹妹結婚 變成是這樣的一種角度 那你講的那個 他的阿公其實 除了是把他們拋棄之外 他還把一些 泰亞族的小女孩子 帶到日本去 這個叫做什麼 有一點點放賣人口的感覺 當然他不會提 我們也不是說故意要提 不過這個是 事實上部落的人都知道 那個被他賣掉的那個 那個女孩子 後來是被一個叫錦上伊之助 一個很有名的人道醫生 也是日本人 他也是一個傳道者 他到日本把他俗身買回來 把那兩個女孩子買回來 對對對 錦上伊之助他的爸爸 也是被太魯閣給出草砍頭的 那他就是來台灣傳教 他就用 用愛來報仇 是這個人把他帶回來 所以其實 當然他講也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左總法憂也許 只是比較笨 那他的阿公也許很聰明 就也許可以化解這些事情 因為你可以發現 債務設計裡面 有一些對原住民 比較好的人 反而都討論不見 有一些 比較奸詐的人 反而不但沒事 而且後來還都 原住民沒有對他怎樣 甚至後來都升官 所以這個有時候 可能是賽德克的文化 裡面有一些東西 比較沒有像外面的世界那麼複雜 所以他們的思考後期 有些是比較單純 所以那個書裡面也提到說 有政略婚姻 所以這樣聽起來也是 多少都是存在 並不是為了愛情或是什麼 應該都是這樣 所以到底摩納魯道的媚夫 是也是這樣的人 還是他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就是說 我剛才講的那個 可以去查查 因為一般解釋 他的媚夫把他妹妹拋棄 所以莫納魯道開始痛恨日子 但是用我一個角度 也許搞不好 他也正在他媚夫身邊 而去痛恨另外一群日子 那各位有沒有問題 要跟老師提問 沒有啊 那我繼續問 那在這個注射事件 我們說他日據時代發生 1930後是一波高峰 調查什麼的 那在七八年年代 又是算第二波好了 這中間就略過 那這個電影出現後 又算是第三波好了 那中間這個高低起伏之中 那後來這個電影之後 還有個研討會 也是探討 後塞德克巴萊 就希望說這個 這個議題 怎麼轉移啊 就是不再是 只是歷史物色事件 本身真相 各種的還原跟探討 那後塞德克巴萊 這個研討會也過了 電影也都過了 那對於研究 關心這個議題的 老師就您而言 您覺得他後續的發展性如何 因為如果以一般觀眾來看 就說他是看部電影 多了解一些他的歷史 跟多認識一個民主家 那當然 以塞德克組的來講 他也許 不需要看這電影 他也不一定要看這電影 但是這件事情都是影響了他們的 這個一輩子 包括現在這些民主的分布 整個 包括他現在住在哪裡 這樣的東西都是因為 物色事件的影響 絕對是 不管他要不要看電影 或者他也不要去 他也要不要去了解這段歷史 這都是影響到他的 而且到現在還在影響 因為這個大家知道 這個 物色事件當然比較 一開始比較大家注意 抗日 但是到最後轉換成是 內部的 塞德克內部的紛爭 這紛爭其實 當然是影響還在 不過現在就是我剛才給大家看看 為了三群的這個和解 大家很努力要去發解這些東西 所以 那為什麼要很努力的發解呢 就表示說有事情 就像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一樣 為什麼要喊 因為沒有 所以一樣的道理 為什麼要去 說沒有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有這些事情 那當然這個東西 隨著時間的流逝 它會漸漸消失 那當然對他們來講 像這樣的電影 有些人就會認為說 這種電影就是把這些事情 再重新挑起 你如果不要拍就沒事 也對啦 事實上也是這樣 沒錯 不過歷史來講 它一直擺在那邊 有沒有人要去講它 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控制的 尤其是 這件事情也是牽制到 以現在來講變國際 日本跟台灣 日本人也要談 也沒話講 所以 像這樣的東西 是不是說 大家應該是去 怎麼樣 找到一個有意義的 不同時代的意義的觀點 來解釋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過去 也許就是 把它轉換成抗日 也許在那個時代 曲折有意義 團結全國之類的 那到了後來的時代 也許 比如說我們找到彩虹橋的觀點來看它 也許那就是說 安慰這些 至少覺得它 不認同烈士的概念的時候 它也許可以覺得說 這是一個 上了彩虹橋的行動 對文化的 價值的 肯定的 一種角度 來看待它 那當然 之後 所有的事情的 解讀 當然都會 不同的時代人來解讀 發生在一千年前的事情 一千年前的解釋 跟兩千年之後的解釋 都有它不同的 這個 需求跟它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說 這件事情 對賽德克人來講 它也許 現在正在產生 找出它新的意義的 那種看法的事情 所以會有各種 不一樣的角度切進來 至於外面的人來講 也不是說 就不能寬心 你是可以去了解 如果這個了解 是 到什麼 你是用什麼樣的角度去看它 有時候我們可以 全然的相信族人 為什麼 我就尊重你們自己的看法 但是有時候 我們也許 追求是另外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 還要 除了族人的看法之外 我們還要去追尋 另外一個 我們想要知道的東西 是這樣 好 謝謝 各位 那我繼續問好了 那在這個抗日的六色中 本來這個說是一千兩三百人 到最後剩下快三百人 那這個就像是 一個很燦爛的煙火 有人這樣講 對照那個布農族拉荷阿蕾的抗日 他是演了好多集的連續劇 那老師 有人說這個是 至與不至之間 就是莫朗魯道這個決定 如果說是他的決定的話 至與不至 那個個體跟整體有 預估可能的結果 歷史上是這樣 那老師怎麼看 這個莫朗魯道這個決定 這個其實 可能也沒辦法這麼簡單的 講說 智跟不智的問題 因為決定這個事情 總是有一個理性跟感性的角度 和同時存在 莫朗魯道 他應該也不是頭腦不好的 他也去過日本 那 他也知道日本人的武器是多強 所以有很多跡象 其實他 那 就像現在有人 有一些部落人 在罵說莫朗魯道 很重要的抗日人 角度來看的話 那 他只是因為被拖下來 也是被這些年輕人 要求出來除免的時候 那 究竟這個功勞都給他 或者說這個失敗也要歸咎於他 這個當然就很難講 那更重要一點是 社會型態的不一樣 那 像拉赫阿雷 像布農族 也許他們 在過去是一個善村 跟賽勒克不一樣 賽勒克是一個吉村 那個 以這個部落為單位 布農族他那個 可能是以家族為單位 一個家族大概 可能就是十幾月十人 然後住得很善 各自沒有部落概念 所以 拉赫阿雷如果真的想 從發動戰爭梗裡面的理他 只有他家人理他 所以變成他是以家族為單位 那再加上說 我們講說 他最後是跑到山上去 躲了很久 那躲了很久 所以我來講 為什麼還可以生存 當然這個東西就是我們講說 有一些其他的布農族 供應他吃東西 比如說 因為他住的地方 為了躲日本 跑到太靠的地方 兩三千公尺 沒辦法種植 所以他會下來 跟別的布農族拿一些地瓜 什麼東西 那講好聽一點 有人是說 這個是他們自助他抗日的糧食 也有人認為是被他勒索 這個都有可能 那當然這個拉赫阿雷確實是 撐了很久 那當然這個就是跟 這個本來他們的生活型態 甚至說民族性 應該都有所不同的一種狀況 那莫娜如道如果真的 要投降的話 也許也是可以投降 不過他們為什麼都 事實上在事件剛開始 就已經 就自殺了 所以這個有時候我們講說 如果你成敗來論英雄 當然就 就會覺得說 莫娜他是失敗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說去 去探討這個拉雅彩虹橋的關係 還有他們對列流的關係 也許真的是 還是要回歸到每個族 他不一樣的文化 不一樣的思考邏輯來看 可能會 不見得是可以來直接做比較 我可能是這樣看 再一個問題 就是 在這些口述的長者或期老 他可能在事件發生後 被問過一次 那也許民國六七十年 他又被問了一次 可能有 台灣的也有日本學者 那在更之後他又被問了 別人問了 那他可能每一次講的都不一樣 但是都是來源是同一個 那也可能 會不會可能這個口述造成 後來研究成果會有一點分歧 但是資料來源都是同一個人 那甚至於到最後這個當事人 他可能會說 我忘記了 然後他會說 你以前不是這樣講 他說 常常被問都記不得了 那老師在拍Gaia這個紀錄片 或者做這方面口述 有沒有遇到類似的問題 這當然像初子 他不光是他被物色試驗當時 他躲在哪裡 他自己有兩種交往 那當然是有可能 我們想說 你不能去要求一個老人家 記得六七十年前的事情 當然有可能真的是忘記 也有可能是他把別人東西 因為想變成太久了 記憶的事情 記憶有時候是不可靠的事實 但是也有可能翻譯的問題 翻錯也有可能 其實我知道還蠻多翻譯翻錯的 判定應該是還蠻多 當然回答好幾次都不一樣 這個也是還蠻有可能的 總比有的回答都一樣 那就是表示有些他把後面翻譯再出來的答案 也有可能 標準答案 這樣都有可能 那當然 我們如果是看這樣的東西 當然不能說完全不相信 也不能完全相信 也不能說選擇性 或者是說怎麼樣 可能是要多方比對 因為有時候 有一些東西老人家他 如果他覺得那是自己的功勞 甚至到自己謙虛而不想講都有可能 那透過別人 他旁邊的人來講 才發現確實是有這樣的事情 有 有 狀況都是會發生 那當然 變成你的 如果要從這個方面去得到資訊的話 那大概 就是說你的時間要夠久 然後 訪問的次數要夠多 你大概才有辦法歸納出一個方向 那當然 如果我們只是把它當作歷史材料來講 那當然統統可以放進來 大概是這樣 好 然後那邊 那邊就是 泰雅族抗日的歷史有沒有 像哈卡巴里斯的歷史 南澳那邊的 應該 就是日本人去討話的時候 是有去打過 不過好像沒有那種直接的 比較像物色的這樣的抗日 那你說 哈卡巴里斯 他那個堆石頭 那個 到底那個人是誰堆 他講的那個敵人 哈卡巴里斯 巴里斯是敵人 那個敵人不見得是日本人 那如果那個石頭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 刁堡的石頭的話 那 那當然那可以說是 日本人留下來 但是 如果我們從這個 南澳那邊的 歷史來看 南澳群的 泰雅族 他分兩個系統 一個是 斯古列 一個是周二列 他們都從南北這邊過來的時候 應該是這個周二列的人 比較早到 也有可能是 直澳列的人 對了石頭 後來的 現在的這個 現在的這個哈卡巴里斯 後代是屬於 賽考列克的 他們應該是比直澳列的人 晚一點到 所以他講的那個敵人對的石頭 有可能也是 泰雅族的另外一群 直澳列群 他們找到了很對 那也有可能是更找一群 叫做馬卡古林 馬卡古林的這一群 這一群很對的 那個馬卡古林 事實上可能是 有可能就是 平埔族裡面的那個 猴猴族 猴猴族 搞到這個族 因為 歷史上 賽德克跟泰雅族 遷到 北部地區的時候 都已經有先 比他更早住的人 像到 沐新鄉 桃園這邊 他們有遇到一種人叫 斯卡巴里斯 他們把他趕走之後 才佔領這邊 那往花蓮跟南澳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就遇到這個叫 馬卡古林的一群 更早住 住在那邊的原住民 所以這些原住民後來消失了 那一種說 可能就是 我剛才講的 更早之前的 賽特派亞族 直澳列系的賽特派亞族 再來是 就是 更早的就是 馬卡古林 就是猴猴族 所以 哈卡巴里斯那個石頭應該 如果是日本人堆的 那日本 日本應該是艾永縣推進的時候堆的 那就是 那年代就很晚了 那如果是更早期的 大概這兩種 不過以 直澳列來講 不太可能 就是比較少去堆這樣石頭的感覺 那馬卡古林都給人家 就 我們要去研究一下 大概是這樣 那 為什麼你會對這個有興趣 自己有 我是做什麼 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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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佑你認識嗎 沒有 因為 因為 有 有 有了興趣 那你 空格去找那個 哈佑 就是那個 哈卡巴里斯那個 他住在那個 葡塔部落 興 你去找那個 就是 就是興 大陸就叫 興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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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小房的尾 哈 尾文豪大師 不是尾文豪是他的 算職 那你找尾文豪也可以 好 好 謝謝 還有沒有 或者你們對 電影裡面的問題也可以問 因為有時候我講說 大家如果是 從電影面認識物色之間的話 也有問題 會從電影的問題 比較多 那如果是 從其他角度認識物色之間 那問的問題 比較不一樣 沒有的話 就老師問 剛剛跟老師聊到 老師說那些 電影裡面的道具啊 服裝啊 都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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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賣了 這是機密吧 金額 應該是還好啦 因為 拍這個電影 成本太大了 為了 為了這個叫什麼 百平 虧損的那個數字有沒有 就很便宜 一百萬就賣掉 所以這部片 最後算起來是 沒有打平的 也算是有小賺 小賺 是 魏德森跟我講 他說三千萬 七億的成本 賺三千萬 這好像是 不是很正確的投資 不過這個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想說 理想吧 雖然部落有些人 對這個電影是有預見 不過我覺得 總體來看 對整體 觀眾 台灣的人 對賽者客組的 印象 應該是正面的 比較多 我個人是這樣看 那像這樣的 文史的題材啊 比如說 也會吸引大家 去林口物色街 但不會去 南投的 人愛心 即使去了 也不容易 沒有人講 你也看不到什麼 物色事件的東西 不如來去清淨農場 那老師覺得 這樣的一個 有這麼多的 文史的研究的 累積的成果 那 有沒有可能 怎麼樣的形式 轉化成觀光 或什麼文創的資源 對 因為這個 其實就是說 很可惜的地方 原本 這部電影 最早也是想到 在物色 實景 來打 白白 不過後來 種種的困難 一些協調上的問題 最後 當然沒辦法再物色拍 如果這個再物色拍 當然可以 它的後續 不只是觀光的 而且是 甚至對這個文化的保存來講 應該都有它的意義 不過 很可惜 裡面種不到了 不過 不過 物色原來是看種哪裡 原本是在這個 現在高峰那一帶 高峰你知道嗎 就是 來搭農場那邊 不是 往那個 那個 要去萬大的路上 後面那一條 那個 上坡那邊 舊巴藍色 舊巴藍色 舊巴藍色的位置 後來沒有 後來因為 因為 跟 電影是這樣 電影是 導演的 理想為第一 跟事實的 這個 考距為 不一定是 考量第一 所以當然最後 不符合導演的需求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 現在那邊也開發過度 那當然很可惜啊 就是說 如果 如果因為這部電影 大家只去 林口物色街 拍照 那這樣 這樣蠻可惜 應該 大家如果有機會 要到物色去做這些 真正的實地的歷史 認識的話 可能會更好 據說 好像現在有在 有一個計畫 要把這些 真正的 實際地點 跟 把它做一些 有關數位的東西 的結合 只要大家 到那邊 就可以 知道說 這裡 這個地點發生 歷史上 發生什麼事情 像這樣科學 是應該 好像我們 有這樣的計畫 謝謝 就是為什麼 這個議題 就是少數的族人 有 研究跟發生 那多數在部落 我們感覺是 為了生活 在奔走 那研究的 反而都是 不是這三個族群 那我的感覺是 有一點 內忍外樂 老波老師的感覺 是不是也是這樣 是 這個就是 我剛才最好講的 在族人的文化裡面 對這樣的事情 就是 所謂不祥的歷史 不祥的歷史 你自己家裡老人家 其實都不太講 像 郭老師講說 他以前去問老人家 也會罵他 所以 尤其現在在 白色恐怖 那段時間 從日本時代 也去到 中華美國 實際上講這些 沒有好處 而且最重要 他們覺得 要活下來 而且 到底誰對誰錯 也有人會怪罪摩納魯道 就算他們部落裡面的人 覺得說 你不要發動這些事情 我們就不會那麼慘 那到底是 一談下去 真的就 就要鬧起來 所以最後他們一種 不談就是善意的一種 心情出現 就像一般的人 他還是要生活 他沒辦法搞這個維生 所以 除非現在說 有些做民宿的 或者做什麼導覽的 他會去研究 因為他變成 也對實際的 生活有幫助 所以有時候我們講說 祖先的悲劇變成這樣的 好像也 也是怪怪的 可是畢竟 這也是一段歷史 也不能去否認他 但是一般人最好還是 以做農的為主來講 他去認識這段歷史 一方面 是 如果有那個機緣 比如說像 電影放映的時候 確實主人也是去看 然後 看了以後回去 可能 就跟老人家討論 老人家說 這個不對那個不對 就增加這樣的知識 那平常來講 確實 對他們講 知道這件事情 跟不知道這件事情 比較起來 知道 反而更難過 事實上是這樣 好 那就算大家去了之後 再看到那個 廬山溫泉的現況 再看看那個 預計的萬大水庫 再看看這個北坡 會覺得不知道 這裡還有觀光 還可以發展嗎 那這個就是 又有很多角度 因為 即使漢人在那邊 蓋很多旅館的時候 原住民也是不見得 好過 所以當 這很多看法 如果你有在那邊工作的人 就覺得說 哇好可惜 他失去了一份工作 可是也有一份人覺得說 欸 這是不是阻林把他邀回來 我也聽過這樣的講話 因為 畢竟 漢人的商業的入侵 還蠻嚴重 因為我在路上溫泉 待的時間還蠻矜 據我知道那邊合法的 餘館只有三家 可是你看 政府也沒有在 在抓 那都是不合法 為什麼 後來說要 像後來說要清春 把這個溫泉清春 既然他是不合法 為什麼要用納稅人的錢 去幫他牽住 應該裁掉就算了 你要牽就牽他合法的 所以這個東西 很多問題還是蠻嚴重的 像 這個叫做 那個叫做 清淨農場 也是沒有幾家是很合法的 既然是不合法 為什麼都 都沒事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還蠻多 有時候 有時候站在原住民的角度 像我太太 他就是三個客主 他每次回家的路上 他看到這些外面的財團 或怎麼樣 把他的家鄉變成這樣 他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會不太想回去 甚至我 我比他還常回部落去 那種他看到 哇 遊覽車塞成這樣 到底部落主任得到什麼 實際上也沒有得到什麼 那些地也竟然 原住民保留地外面的人 不能買賣 為什麼東東還在外面的人手裡 實際上這個 這些現象也是我 1984年到物色的時候 後來為什麼會想到 物色事業的原因 因為 當時我認識一個賽德克組的大哥 他就在那邊做一個煮蛋車 賣一個雞蛋一攬30塊這樣回省 可是他卻被警察 給他拆他的招牌 拆他的什麼拆了好幾次 可是旁邊那個違法的大飯店都沒事 那當時我才18歲左右的時候 我就把這樣的一種 心境轉化成摩納魯道去對抗日本警察 這樣的角度去 後來才去探討去畫這個文化 所以這樣的事情 以原住民的角度來看 被受到一些 不是很正確的對待的東西 一直來存在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原住民是最少台灣的主人 可是到現在土地上 他們土地所有權還是沒有 為什麼最少來的人是什麼都沒有 反而是越後面的人掌握最多 這個東西也是我們去探討 為什麼還要繼續談戶社事件的原因之一 因為有些東西還是沒有得到解決 再來就是這個事情其實過了那麼久了 那這個族群會遷徙通婚移民都有 那就說三個群裡面 再來各族三個群已經和解了嗎 還是說沒有和解 還是說那個交左點還在什麼地方 如果說和解來講 物色之類之後第二年日本人就辦和解式的 所以那個時候已經算和解了 不過和解那麼多人也不可能說 一兩個人和解就和解 當然後來也有人又辦了和解 所以和解是辦了很多次 為什麼 一辦越多次 自然而然就是說 這些東西事實上是心結還在 不過看用什麼方式去處理它 因為就像說平常 好像他們講說電影不要拍 就沒有再 這個聯語就不會再起 但是要把這個責任再推給電影 好像也蠻奇怪 因為這畢竟是出於善意的一個騙子來做它 但是每一個人看法是絕對是不一樣 所以一樣如果說有拍電影 有拍電影的自由的權利 那麼主任而言論自由應該也是一樣 他要批評我們也是要接受 但是就像老師剛才講的 到底和解了沒 或者是你在講什麼叫做和解 或者說有沒有新的事情出現 或這個新的事情是不是 是不是屬於單一事件 其實在物色的事件 也不是 賽德克巴萊電影拍完的那一段時間 也發生過一件 我們現在講社會事件 就是有人吵架之後 跟開槍把對方打死 如果這件事我們要去追蹤背後的 那個族群背景的話 也是可以 可以講的是跟這事件有關 但是事實上 不過大部分人會覺得說 這是他們個人的事情 所以很多東西是這樣 沒有大爆發之前 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謝謝 各位 各位同學有沒有問題 幫老師一下 不然老師很累 不會 我還可以想很多問題 謝謝 像是剛剛提到林口霧色街的時候 就想到說 像中國、日本他們都很多 關於他們歷史的古裝連續劇 那你覺得台灣有沒有辦法 或者應不應該去拍一些 就是像這樣的武裝劇 讓大家去認識台灣的歷史 不管是原住民的 或者是漢人或荷蘭人來台灣之後的歷史 當然我支持應該要拍 因為你自己的歷史 自己的故事 自己不講的話 別人幫你講的話 也不會是你想聽的人 但是他們比較可惜 就像這個物色街那個建築物 花了快八千萬蓋起來 結果沒想到因為法令的關係 它只存在不到一年 就被迫拆掉 那這樣當然 如果那個東西不要拆掉 別的劇組要來拍 它不見得要拍無色時間 它只要拍日劇時代 它只要稍微改一改 它才可以用 這樣就會省下很大一筆的 這個搭情費用 這樣的話電影就可以累積了 那很可惜 我們現在很多東西 政府雖然說 如果要推廣之間 可是實際上法令沒有改的時候 講的那個都是 只是浪費錢而已 真的講 如果這些流下來 你看那麼多 你在拍日本時代 就不用再重蓋 那如果你說 在一個荷蘭時代 也不用再重蓋 以後 可能拍一部電影 可以連續 後面接下去 也許幾部連續區都可以用 這個當然 變成是你政府的文化主管機關 要去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不然的話到處都澎閉 像 衛德森要拍這個 霧色街 它這個東西 變零食建造只有六個月 六個月之後 再延六個月 六個月之後就沒有了 那像 拍部落的部分 在附近鄉 陶宇附近鄉 他還是蓋了整個馬赫坡社 蓋好之後 因為他又是在 這個叫做陶宇建政府管轄的這個 又是什麼 水利局管轄 所以他又違反水利法 又違反什麼 就一直被開花單 當然 那個 成本之一也是這個東西 到最後 魏德森氣到就乾脆 把劇本稍微蓋一下 就全部炸掉 炸掉之後就燒掉 沒有了 那後來 店裡商店那個陶宇先生 我就說 請那個 要打電話叫果子公司說 可不可以再把它蓋回來 讓觀光客來幹 當然魏德森不可能願意 因為我在蓋好的時候 把它給你們 就你們每天給我開花單 一樣當初 銀口物色街原本說 只有六個月的時候 為的是你要把它捐給南投 人愛相公所 相公所說我沒有錢 捐給我願意 可是我沒有錢 拆錢 就找縣政府 縣政府也說沒有錢 說可以 你再出一筆錢 搬過來 那有人送你東西 還要幫你送 付運費 自然而然不可能 所以就是這樣 就 這件事情最後就是 以浪費收場 不好意思 所以這是不是我們看上集還可以很認真的跟著劇情 下集到中間以後 就覺得一直在做各種武器的展示 一直爆炸 對對對 那後來有時候下集那一段的安排 不是 當然如果我們現在討論電影的話 是更有趣的 為什麼 因為當初拍片的時候 拍到一陣子的時候 那個助導突然打電話給我 他說 問我說 到底烏射時間的時候 日本人 討話的時候 死了多少 我就跟他講 大概多少 結果那個助導 就說 死了 已經超過幾十倍了 已經死了日本人 已經超過幾十倍了 為什麼 因為 拍片的時候 為了畫面好看 隨便一掃是 一死都是幾十個 幾十個 加起來可能好幾千 那到最後就是剪掉剪掉剪掉 不過你如果注意看電影 你如果去算那些 戰時的人 絕對超過真正的烏射時間 所以它已經變成是一部 戰爭片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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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歷史電影 如果以下集來看的話 它確實是 引變成一部 戰爭動作片 當初為什麼要跟上下集 上下集是因為太長了 那當然是那個 吳宇聖給他的建議 因為 捨不得 剪的時候 弄起來就太長 那當然 大家看了 也許上集還有一點 在討論 這個 無色事件 不過到下集 確實是 有一點點 太多 所謂的 像 老實知道 那個裡面這個 叫迫擊炮 飛出去這件事情 因為 那個迫擊炮 如果以 真正的歷史考驗 那一個迫擊炮 是 超越未來的 1936年才有那一支 迫擊炮 那為什麼會 飛到有那支 因為導演想很久 想到一種畫面 就是 迫擊炮飛出來之後 沒有爆炸 然後 那個勇士拿到那個迫擊炮 再丟回去 然後手被劃破 流血 這樣子很漂亮的畫面 不過 如果根據史詩 那個時代的 那個迫擊炮 是沒有那個 尾翼的 所以不可能 劃破他的手 不過 導演就覺得 堅持挺有這個 這個是他的優點 也是他的缺點 最後 大家懂你好嗎 那你就用這一支 所以 跑出一支 1936年才有的 過期炮 當然這一段 在導演當下 他覺得他一定會拍不可 不過 過了一陣子之後 也許他會 不願意看好也不一定 不過 大家當時還是重重他 因為畢竟 這個是他 去借錢來拍的一副片子 也是 一個想了快20年的理想 有時候就是這樣 人有時候會 陷入那個 這個 一種 太 想太久之後 很多東西都沒辦法思考 這也是沒辦法的 我的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電影之後 老師現在的創作重心是什麼 當然一般觀眾看了就算了 那因為我也是算賽德克的女婿 這個電影可以造成 大家對賽德克的一種 關注 我當然是很高興 但是也不能 大家看完就算了 別人可以就算了 我是不行 所以我現在是跟我太太在做 合作用族語做一些會門 講一些賽德克族的神話故事 或者傳說 那我的太太現在是在 政大教那個賽德克語 他在民族系 教賽德克語 那當然這個講到這個就是說 電影放映之前 他的學生大概 都是三四個到五個 電影放映之後 學生都暴增到二十幾個 大概也是有他的功效 是 那個老師這麼長期跟您太太互動 您的族語應該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如果我的族語很好有沒有 我畫這個無色世界 大概不會畫五年才畫 就是因為我的族語很差 所以弄了很久 那第一版畫了久 還是第二版畫得比較久 當然是第一版比較久 第二版精細程度很細緻 也許是這樣沒錯 但是真正比較難的是 當初在訪問的時候 原創的那一版 對啊 訪問的時候比較難 是 我再問一個好了 因為看資料中 在那個荷環山莊 那個屏風山下面 說有一個太魯閣跟陀陸庫 長期爭奪的一個獵場 他說爭奪的很反覆 最後是太魯閣得到那個獵場 其實以前是西出童園 這邊的過去那邊 老師有知道這一段嗎 其實太魯閣 我們講太魯閣主 現在講的太魯閣主 在要細分也是分三個系統 不過那有些人不承認他是太魯閣主 所以現在講的太魯閣主 可能包含太魯閣主的德魯閣 也可能包含了太魯閣的多大 也可能包含太魯閣主的德克拉雅 不過這裡面各有一部分人 不認同他是太魯閣主 所以他登記的時候 還是登記賽德克主 甚至連太魯閣主的德魯閣 也有人登記賽德克主 所以現在這個民主問題 事實上是有點混亂 不過太魯閣往花蓮發展 應該是可能兩三百年前就已經出去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打到這樣的互相獵頭 這個也是應該是十千九元的關係 那至於因為賽德克主 是一個幼子傳承的一個民主 一般人像漢人是長子繼承 或賽德克主是幼子繼承 所以他們最後留在家裡的是這個小弟 出去的是大哥 所以當他們民族在分裂分化的時候 出去的是大哥 所以有時候大哥跟小弟 當然有時候可能會比較強勢一點 當然可是大哥這樣好幾代出去之後 大哥漸漸的跟這個主居地有一點點脫離 所以有時候在家裡的小弟可能保存了比較古老的文化 出到外面的大哥也許是一個比較強勢的比較獨立自主的大哥 可是他有很多東西可能變美或者是轉化 這個其實我們可以從賽德克主跟太魯閣主之間的關係 大概可以這樣看出來 那他們自己的講的講話笑話來講 這個老弱婦孺 太魯閣主的講話就是說 老弱婦孺留在老家 我們這些強壯的老大才出來打天槍 不過如果以賽德克的講話說 你們就是因為會反過來 變成是被打敗的才跑到華蓮去 因為華蓮那時候比較空 所以一樣同樣的東西兩邊就不兩邊講 可見這個事實上是兩三百年前就分開 所以這事實是 謝謝時間到了 我們是不是鼓掌謝謝邱老師 謝謝邱老師 謝謝邱老師 拍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